所以谈修行成佛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你还不必放下屠刀 只要在六根对六成的时候不取 不取就是不被染污了 根成相对不入色身相会处法 这是阿罗汉才有的一个修养 所以我们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修养 就谈指超无虚 谈指比喻时间之顺 之迅速 立刻我们就能够达到这样子一个 所谓的不生不死的一个境界了 可是道理是这么容易明白 你要具备这样的火候 它是要真正一步一步 我们讲竹梦踏实 你要一步一步的去奠立自己的公恨 让自己不被眼前的劲所诱惑 所以后学昨天在图房 看到那几堆猫粪的时候 猫屎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心念 接着又闪出另外一个念头 那就是王凤怡言行录 他是怎么样训练他自己的 他去到一个主人的家里 那个主人的太肮脏得很 锅碗瓢除从来都不什么不喜的 家里面臭烘烘的 养的狗专门什么吃粪 小孩子客厅也大 哪里都大 大完以后他还不准人家把他拿走 他把他盖起来 盖起来然后时间到让狗过去吃 所以那个粪便把屋子弄得真的是七荤八素 所以他家里找不到工人 找不到工人 那个主人就只好抬高工钱 王先生为了钱 他去到那边 他去到那边训练自己六根不入六层 不被那个臭味 不被那个脏的样子 有没有给影响到 所以当我们自己对近身心的时候 一念的关照发觉这个心是不对的 然后另外一个正确的想法就进来 你过去读的哪一本经 上面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例子 你应该要用这个例子来锻炼自己现在的修养 那我们修行才会有进步啊 所以不断的明白道理 是让自己长养很多的免疫的能力 我们不能够一下子无心 可是会让自己有心的时候 能够尽快的收回来 把那个心的变化的时间有没有 尽快的把它消弥 拉回到正轨 恢复到一个道心 这就是真理 常常在我们心头能够涌上来的 最大的一个妙用啊 可是道理要听多啊 听多以后有没有 他才会信手念来 都是进化的所谓的良方妙药啊 接着我们来看 十三页的经文 他说像这种不取 他说此阿批达摩 阿批达摩就是这一种修行的方法 成就无上正等正确的妙法 十方伯结犯一路涅槃门 过去现在未来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都是从这个方法有妙 而成就的 共同的方法就是不取 没有叫你不要 不要是正用也没有了 而是叫你不取 不取是邪用的念头不可生 但是该用的时候有没有 该正用的时候你也不可舍 我们讲眼对色 你看不到人 你如何去因材施教 所以你不能说你不用 不能说我把他舍掉 而是要学会自己看人 而能够见到一个人 他的一个好 然后不要让自己 对他的负面的情绪 产生支配了我们行为的能力 于是我们对任何人 我们都能够起恭敬心 平等心的去对待 不取你就不起私心 没有叫你舍而不用 各位请大家去注意 这两者是有差异性的 什么都不用了 那就出问题了 那六根就荒废了 那前面就不需要再讲六根了 他为什么要把六根的得用 再做一个优劣的平叹呢 就是让我们选择优的 去进行休息嘛 他有叫你不用吗 没有 没有叫你舍 他叫你不取六成敬 根成相对 不要去省人心的意思 所以于是阿难急出大众 听到释迦牟尼佛 讲到这样的一个慈悲 其业解脱 那就是要做敬 前面讲的嘛 有没有 如幻三摩提 谈子超无需要 觉得杂柔经营 讲得这么样的一个清楚 这么样的一个精彩 所以心里面很高兴 因为明白了 就很赞叹 于是阿难合掌 鼎里伯佛 他就问释迦牟尼佛 我今闻佛 无这大悲 今天有机会 听到讲 佛的这样慈心 叫做无这大悲 无这我们在现在的坊间 报章媒体 常常看到 无这共生大会 无这就是平等 没有分别的意思 任何人来我都供养他 有这就是有条件限制 那这边为什么讲无这大悲 因为与会的 有学的声纹 小果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立根器的 菩萨 对不对 罗汉之类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释迦牟尼佛依然有庙 不吝惜 这种上法 对于下根系的这些人 只要你愿意 你想学 你发愿成佛 我也把这种成佛的庙方 有没有提供给你 没有简别 只要你愿意 你想学 我都告诉你 没有叫法无遮 人无遮法无遮 对众平等 对法不吝惜 那我们对人也是要这样 我们对人如果无遮的时候 我们对任何人都能够起平等的恭敬心 我们对于法如果无遮的时候 就不会把好的东西藏在自己的身上 这个就是事实 我们很喜欢把好的东西 纳为己有自己享用 然后有问题的 再往外面去弄 这个就是我们讲 在日常生活里面 勘验自己的真心 好在我们道卿刚好颠倒 道卿都是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去庆贺的地方 表示我们在很多的生活的当中 半道的当中 已经渐渐的有没有 具备这样子的平等心 他说 信尽妙常真实无法具 虽然佛陀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我还不了解 什么叫做六解一王 什么叫做解开了六个结 然后一也不见了 所以书结伦次 这个书就是解开的意思 还有解结的次第到底要怎么解 所以希望释迦牟尼佛 埃敏这个会中的大众有没有 再把这个道理有没有 再讲清楚 帮助末法的人 也能够什么 洗涤成垢 把心里面的无名给去掉 像刚刚讲 外面贴的春联 我们年年换心 那里面有没有让自己去改头换帽呢 于是阿难提出这个要求以后 释迦牟尼佛开始准备讲经说法 即时如来与狮子座 佛陀登坛的所讲经的地方 那个叫做狮子座 叫做法王座 所以整涅槃山 整理衣服大衣 出家中有三衣 一个是家居时常生活穿的 另外一个有没有 就是我们讲 你要这个登台讲经说法的时候穿的 另外也就是会见重要元物的时候穿的 那个叫做大衣 那这边的涅槃生就是大衣 练生家里 揽七宝鸡 这是茶几 七宝鸡啊 这些都是形容 这个地方的一个尊贵 当然因为佛陀 他的德性主 所以很多人人天都来供养他 所以都用很好的东西 有没有 来装点他的一个道场 迎手于基于其 接波罗天所奉华基 他就用手把这个桌子上的 夜摩天的天人 所供养的一个手卷 他把它拿起来 所以这个手卷是夜摩天 玉界第三阶的天人 所供养给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化缘的时候用的那个铁拨 是玉界的这个 所谓的四天王牵的人 所供养 所以一个人得性好的时候 他真的能够感受到 法界所有众生 对他的一个礼尽心 天跟人 同样都会想尽办法 来满足这个修行人 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所需的 那就是自己的德性要去培养 所以佛才制定 去外面化缘 化缘七家脱拨不到 不可以讨第八家 回去饿肚子自我怅悔 表示今天没有公恨 没有德性 所以人家才不愿意购养于我 所以于大众间晚成一劫 把这个手筋拿出来晚就是打劫了 就问阿难 这个叫什么 阿难就回答 这个叫劫 然后又再问有没有 继续这样在打劫 不断的打劫 不断的问 阿难都在回答说 这个叫劫 前前后后 这个手筋打了六次的劫 阿难尊子也回答了说六次 这个叫做劫 次第仇佛 此名为劫 结果佛就问阿难 我第一次把这个手筋拿来 打一个劫 你说这个叫做劫 次叠华经 先十一条 第二第三 云河乳朝 复名为劫 那为什么 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 你们还称它为劫呢 原因在哪里 结果阿难就讲了 他说 世尊 此保蝶华 保蝶华就是这个毛经 这个手筋的意思 弃之成经 编之而成的 本来只有一条 如我思维 如来一晚 你打一个结 叫做一个结 你打一百个结 叫做一百个结 何况你这个手筋 你只有打了六个结 也没有打第七个 也没有打到第五个 就停下 你打了六个结 那为什么 只有第一个 可以叫做结 其他的二三四五六 就不能叫做结呢 为什么不可以 你只要在这个手筋上 打了一个死角 它就叫做结嘛 怎么只有第一个可以 后面就不可以呢 对不对 释迦牟尼佛问他 为什么你每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 都称为结 那阿难又访问回去 为什么不可以称为结 第一个是结 第二个也是啊 那我们如果被人家一反问 我们就开始想 是不是自己问错了 对不对 没信心嘛 这不叫结 这到底叫什么呢 是不是 早年啊 学数学 就是这样子 老师问 问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答出来 然后老师反问的时候 我们就怀疑自己的答案 对自己的理解力 有十足的问号 那这没有信心啊 所以佛就跟阿难讲哦 他说持宝华经 你要知道 这一条手经 只有一条 我打六个结的时候 就有六个结 那你仔细观察 经体是同 因结有益 打了六个结哦 那毛经 手经 只有一条哦 把它打了六个结以后 你还看得到 一条手经的样子吗 各位前你看不到 你看一条的话 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如果你打一个结 上去的时候 各位前仙 他的形状就变了 是不是 你再打的话 就真的变 昨天打完就变成 一顶帽子了 但是这种帽子 不能戴在头上 戴在头上会被老人家打的 你看打了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个叫你打了几个结 这个毛经的形体 外向上就开始做了改变了 因结有益 益就是不同了 你看不到一个毛经 原本的那种平整的样子 他都云益云合 这是释迦摩尼佛国阿难 你认为怎样 第一个结打成叫做第一 然后到第六 叫做第六个结 我可不可以把第六个结 把它当成第一个结 我们不是次第一二三四五六吗 那我现在可以说 这个第六个结叫第一 然后前面的那个第一个叫第六 可以颠倒吗 不可以 你次第第一二三四五六 就像你考第一名 跟考最后一名 你可以把它颠倒过来吗 不可以吧 对不对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结果阿难就回答 不可以 四尊 六个结既然存在 就称为六 对不对 你第六就是第六 不能够把它跟第一第二第三 给混淆 纵我立身 尽情明变 纵然我这一生有妙 我怎么样的能够去 辨白的很清楚 也不能把六个结的次第 把它颠倒过来 把第一变成第六 第六变成第三 不可能的 所以佛言如是对啊 它六个结在不同的时间打的 不同的次第打的 但是你寻故本因啊 它是从一个手筋上面所造成的 如果不管这个上面打了多少结 各位前前 它原本就是一个毛巾 对不对 没有打以前 它是远远满一个毛巾 你打了再多的结 它还是什么 这一个毛巾 问题是没有把结打开以前 毛巾撕掉它原来的样子 毛巾代表我们的真如佛性 里面的烦恼越多 有没有 就让这真如佛性 它就不能够展现 它原来的一个外貌 你要把这上面的结 给它打开以后 有没有 它就剑刺了 就恢复了什么 恢复了它的所谓的 那个样子 慢慢完全打开 样子就完全恢复 所以人的烦恼越重 它的佛言 妙智慧就透不出来 所以学到为什么一直在讲 一定是越学 越觉得身心轻松 因为会让我们身心觉得负担沉重的 不是我们的体重啊 是我们的烦恼 所以你学佛既然道理明白了 在日常生活有锻炼 有什么萃取这个真心出来 它怎么还会让你觉得很沉重呢 那就表示我们方法用错嘛 或者一直根本都没有对症下药 找不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所以修行没有进步 才会带来这种结果 它里面如果轻松 外面的相貌感觉上 就会来得比较快乐 所以里面一定是要有苦瓜 外面才会长得像个刺猬 里面有尖的外面就碰出来 它一定像有心生 所以你学到后面 到成菩萨成佛 那个样貌你分不出来 因为人人心同慈礼啊 礼只有一个 所以它的像出来就是一样 那眼前我们还有各个不同的样 那每个人蕊结修的就不同 越到后面将来的世界 大家就越来越雷同 必须有修啊 没修有没有 那将来就不太一样 所以学过本意意经所造 令德杂乱终不得成 你不可以把一二三四五六编倒 他说责辱六根义父如是 我们的六根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结的时候 一念了无名夜相 然后有见分 无名不觉深三系 境界为原杂六出吗 把这个三系六出并在一起 就形成我们的六根 六根对外有没有 就有所谓的五蕴的烦恼痛苦 色法跟心法就是五蕴 五蕴就是万法 世间一切的万法 都由最初的一念无名所起的 你看糟不糟糕 所以不去圣信念与隐为 你学到要从哪里去 去用功夫 没有功夫可以用 一定从信念开始去着手 所以结的时候由一至六 打结你可能还看不太出来 我们讲穿衣服 里面先穿 穿到最外面 脱的时候六之一 这个能理解吧 对不对 先穿的最后脱 最后穿的一定要先脱 这就是次第 姐姐的次第 所以你打结的时候 是依次而行 所以你姐姐也是什么 往从后反缘缓流 从最后面依次而修行 所以过去后学研究道理不清楚 一直以为 儒门的东西是有次第的 隔制成正修其自平 佛门的东西就没有次第 像基督教一样 就是口号很大 有没有 现在才知道我自己错了 佛门里面释迦牟尼尔也说 学道一定是循序渐进的 有浅入深的 不可能辣的 可是过去后学就 观念就不正确了 所以必尽同意 必尽同中生必尽意 本来是一嘛 必尽同 就是一根金 一根毛金啊 你会解释为一根神经了 就是这一条毛金 本来是同 因为打了不同的结 它的形状就不同 意思是 本来是一个原名的 星星 因为什么 有六根 有了无名之后 有了六根 六根有不同的用 眼睛看耳朵听 而且六根各有不同的像 对不对 眼睛像葡萄朵 那鼻子像那个爪子一样 前面的经文就有叙述过 这个叫必尽印 怎么看六根看不住它雷同的地方 它的根性是一样 可是外形跟功用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一个念头没有掌握好 后面到最终的时候 归根究底 发觉到滔天的祸事 原来是从一个念开始引起来的 那如果我能够在那个念起的时候 当下就把它拉回来了 我就没有后面的种种的烦恼了 你看那些所谓的冲动啊 对不对 杀人放火啊 那些很多人 他真的就是一个念头 没有掌握好 最后自己有没有后悔 懊恼 你也来不及了 伤了自己也伤了别人 所以佛告阿难 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七页 十七页讲 他说佛告阿难 他说乳必咸此 六结不成 愿乐一成 如果你觉得 这六个结真的看起来 很让人不舒服 还喜欢看到 把结都打开 恢复到这一条手经 结波罗经的一个原貌 是这样的一个平整的时候 我问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六个结 全部都打开 恢复到这个手经的原貌 阿难就讲 这一个结如果存在的时候 是非风起 是非风起 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是一个精明 分作六根的时候 有六根的用 有六根的什么 六根所谓的 不同的一个相貌 这个叫是非风起 各个有所不一样 听过没有一个小笑话 有一天有没有 头跟手跟脚在吵架 头说自己很重要 是不是 手说自己很重要 脚也很重要 头就说 我如果不发号施令 有没有 看你们做什么都不行 手说 你发号施令 如果我不做 我看你吃饭 你会饿死 我不拿你们怎样 脚说 那我如果不动呢 你手也拿不到 对不对 结果三个人 就在那边吵架了 结果到了中午 吃饭时间的时候 大脑说 哎呀 你们要去吃饭 手说我不要动 脚说我也不要 那最后饿死了 请问你是头跟手跟脚 一起死 还是死一个 三个一起死嘛 对不对 可是他摆在一个上面的时候 本是同根生 他们不了解啊 他们就互相这样子 在攻击了 意思说 只要产生出了 不同的用以后 他就有 开始有了增值了 有了薄熙了 要问姐姐的方法啦 他说 那这个姐的姐的话 有没有 他说只要把这个姐 打开来就好啦 你把它打开以后 有没有 对六说一经嘛 六个姐说 毛巾是一个 那如果打开呢 那个一个毛巾的 一字也不需要讲了 都不需要立了 那就佛讲 六姐一王 义父如是 六姐 解开六个姐以后 你要把这个一 你也要放掉 一再强调 清静至无余 我们讲心经 讲无什么 苦极灭道 无无名 也没有剥肉 也没有六多剥肉蜜 自信本来不需要修 所以不需要 这些禁法的一个修持 可是我们受到污染以后 要依着圣人的教化来起修 在学的过程里面 有法 但是学成以后 这个法 你要把它放下 那个才是真正能够成就 所以法上应舍 佛陀讲的道理 当我们用这个工具 达到目的地以后 你要把工具放下来 不可以执着在 这个工具的上面 前一前面 如果用五字真言 用习惯你就知道 五字真言 在用到一个时间之后 它是在习旺的 它的功能 就在降服我们的旺面 当我们用的很习惯 那么很自然 你不起妄念的时候 它就不会起作用 你如果起了妄念 它就立刻在里面 就产生什么 进化的作用 它会先我们一步察觉 它就开始先运转 古人有一句话叫 春江水暖压先知 因为压了两个脚泡在水里面 我们站在岸边看不到 所以你能够启动五字真言 养成惯性 它会让我们很多的 未生恶令不生的 可是还是老话一句 那个要时间去累积的 你只要天天不间断的练 大概精进的话 半年三个月就会有功夫出来 可是不能够曝曬 曝曬就是进两步退两步 你就感觉不出了这种效果出来 那个效果真的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 你还要刻意念一个五字真言吗 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 不用 那叫做念而无念 念而无念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手而无手 因为就是你有念就是忘 有念即是忘 无念即是真 对不对 既然无念 那真心就现前 你还要手吗 手是怕忘念 起来把真心给覆盖吗 既然真心现前就不用手 所以念而无念 手而不手 这两个都要时间去累积的 要趁有生之年 把这个练出来 最起码打一点基础 一贯到最尊贵的是这三两东西 就是这三样 所以这三样你把它弃而不用 非常可行 参班是什么 参班是让各位前前讲 怎么样去善用这三样 你没有这三样东西摆在那边 经讲的再多 各位前前 你还是不知道要如何去启用 经典是印证那三样东西的 不一样 你说那我不可以五次真言念别的吗 可以啊 效果没那么好 佛在经书里面解得很清楚 后面我们会提到 因为他是应运佛 但是老人家因为记忆不好 我们要教他你就可以活活应试了 他记住一个弥勒佛就好了 不要要求他一定五个字懂吗 因为我们可以口传嘛 可以讲出来 只要让他念念有佛就好了 所以有辱无始心性狂乱 这边就是讲解节的 节 那些的生死节的一个次第啊 那这段话又在讲什么 又在讲三系六出 所以你绕来绕去 其实你说佛经很难懂吗 也没有吧 我想过两天在座每一个人都能讲 三系六出 我知道啦 那就是六道轮回的原因啦 是吗 你都会好说啊 因为卡卡死死 大佛若经里面谈的次第就是如此 第一个 心性狂乱 这边是以这四个字代表什么 无名夜相 一念不觉心动 然后转大圆静置为阿赖耶 有了见分 然后有了境界分 这三者的变化都在阿赖耶里面 并不是外面有实际的一个像 让我们看 这个叫做三系像 这个叫心性狂乱 从这个地方开始乱 后面就有没有 现象界我们就无从辨别是非 我们就无所适从了 就有了志向 那个执着越来越什么 越强 然后有没有 这个执着念念相续不断 我们讲 由成发之啊 因为这个沉静 外面的沉 带来的这种了别 这个了别又加强了 我们对于这个外境的一个执着 这种相续的念头 念念不断 最后有没有 我们讲 就有了劳见 劳见就是错误的一个知见 劳就是烦恼 有污染的 都叫做劳 这种错误的知见有没有 就引发我们对外面的环境变化的时候 你有了直取向 我要得到 或者仅仅是听到名字 心都心动不语了 我们举个很简单 我们在讲到跟酸美有关系的东西 一提到有没有 嘴巴就冒酸碎 知道了吗 我连看都没看到 我现在嘴巴就在冒酸碎 这个就是因为一个名字像 所带给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有没有 想到美子 看到美子就代表酸 所以他就会触动我们的联想力 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于是劳见发生 对于外境有没有 就引发我们对他的那种执着 那种追求 寄名字像 你要拿 然后接着就会造业 企业像我们的五根就往外去做 拿看啊摸啊碰啊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整个一个轮回 从最初的这样子 最初的一念开始 接着我们再看十八页的经文里面有记载 他说如劳目睛则有狂滑 就像我们如果 那个眼睛一直瞪着虚空观 虚空看 他会什么疲劳 那个疲劳的眼睛有没有 瞪着虚空看 过了一段时间 他会无中生有 创出一些的东西来 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 现在你马上就可以去 去试验一下 有没有 你一个东西一直盯着看看 看久了有没有 你会发觉好像产生幻影了 这个叫做什么 如劳目睛 则有狂滑 于战金明 无因乱起 战金明 在这个圆明的真语 在这个一个洁白的手绢之上 有没有 就开始打劫了 无缘无故的就开始有了这么多 烦恼节就出生了 所以一切世间 三河大地 弃世间 生死涅槃 我们人生 根生 对不对 我们讲 色因有两种 一个是依报世界 一个是我们的根生 友情根生 所以 五蕴就是六结 六结就代表什么 万法的意思 以六根接触于宇宙的一切万有 色法跟心法 也可以表万法 所以生死涅槃 阶级狂扰 就真如自信而言 因为我们有无名起 所以才有六道轮回 对应轮回的众生 我们说涅槃之乐 所以涅槃也是一个 虚立的一个名相 在那边而已 这个叫做生死涅槃 阶级狂扰 这个都是 一时的一个幻象而已 颠倒滑象 真如自信里面 本来没有的东西 后来被创造出来了 这个叫做颠倒 所以阿难言 此劳同结 云何解除 那这个无名 所形成的这么多的结 我要如何去解掉 于是释迦牟尼佛 又把他的毛巾又拿出来了 当然上面卷了六个绝了 卷了六个绝之后 他就这样拉一拉 左边拉一拉 就问阿难 这样解开了吗 就想也知道 这样能解开吗 然后他又右手拉一拉 这样解开了吗 阿难说当然解不开了 那佛陀就这样 那这样子两手拉一拉呢 左拉右拉都解不开 我两手一起拉呢 阿难说更解不开 越拉越紧啊 对不对 是不是越拉越紧 都解不开了 那释迦牟尼佛就问 就问阿难 他说那这样都解不开 请问你 要怎么去解开呢 阿难说老师 我给你解 你就用手对中的打开 这样就没问题了 这样就打开了 显现他很聪明 一边就解开了 那为什么要左拉拉 右拉拉呢 他意思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 在没有学到以前 我们都执着于 现象界的有 凡夫只有才有六道轮回 对不对 贪爱人世间的 所有的一些的虚花夹景 虚花夹景 不外乎才设名词穗 就这五样而已 没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凡夫左右 就有六道轮回 变化出来不同的一个形体 你贪得越厉害 就在三二道 在化身道 贪得越少 就是什么 就是在所谓的 浮色界啊 或者是 这个玉界的 天界那个地方 那好不容易去起修呢 一开始起修 又会很容易 落到一种 小盛的修持 或者外道的修持 天空了 前面有提到吗 直信被修 不办了 修自己就好了 参禅打坐 有没有这些都叫做偏移端 成空守级的意思 凡夫只有 有六道轮回 有分段生死 二圣小圣的人直空 他也有什么 有变异生死 都没有达到 就近无云灭盘 佛讲的是大圣经 讲的是唯一佛圣 所以凡不符合于 唯一佛圣的修持 那个都叫做 不可取的娇牙败总 所以小圣也在佛的 呵斥的范围之内 所以他才告诉你 你不可以偏有 也不可以偏空的 空有两边都不住 那以我们现在来讲 有的东西你都要放吗 坦白讲 没有这个身体 你要进这个佛堂 要看有没有领命 后学跟我们前前闲们 在早上有跟前闲们在谈 我们的亲人归空 只要是直系的 或者是配偶 直系就是我们的父母 或者我们的儿女 平的就是我们的配偶 他过去没有学到 在活着之前 他荒废时间 他吃以后 他是不能进道场的 他不可以进我们佛堂的 在现在我们来看 你来去自如 门打开我就高兴就进来了 对不对 你无形的不行的 因为他有天律的束缚啊 他进不来的 他只有一种 直系亲属在堂座 他就能进来 他就能在后面听 我不是举我曾经在三七 看过我的父亲在听金刚经吗 88年后学在复原佛堂 第一次学讲金刚经 那一次后学的父亲 刚好遇到三七 12月 我父亲就到现场了 我不在 他就不能来 这个就是我们讲 你要去行孝的一个目的啊 父亲 父母亲走了 过去我们没有姻缘成就他 或者他的时空背景 不能修到 或者他的佛缘浅 那现在他走掉了 他仰仗的就是活的人 你活的人在家里睡 你就在家里睡死好了 他跟着你一起死掉 他根本不能来 你不要以为 那他求得到 他也高兴就可以过来 不是的 他生前没有这种惯性 他死后也不会有 这样的一个惯性 他仰仗的是活的人的 一个什么 一个平友 所以这是我们讲 不论你年纪多大 我们总有自己的父母啊 这是你行大校最好的机会 但是不要老是说 那我都去行大校 我爸妈还活着 我小校就不用管他 你就等老爸 老爸做乎做 现在要帮下去了 做人都要把他照顾了 所以道理他是两端的 对于已经往生的 你的重点在哪里 对于还在的 你就不能够让他等 你要顾虑到他眼前的 身心世界的一个供养 这个时候你的圣凡的调备 就要很好 因为我们凡夫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你没有这个身体行吗 你出门来这边坐车也要钱吧 什么都要钱啊 你都没有了行吗 没有不行了 只是你不能够在那个东西上 去琢磨太多 憨得无厌 他就出问题 似可而止 知足者常乐眼 他就是推动我们 法船向前行进的最大的力量 所以空跟友当中 是要自己去做拿捏的 也不能够有没有 一概而论的 有人要花五十块啊 有人五块就好 有人家里面有三口子 有没有 你给他五块钱 他连两块都分不到 所以每一个人 要去衡量自己的环境 而决定自己 什么地方 是我的似可而止的一个标准 这是修行 智慧开展以后 自己要去拿捏的 一个地方 所以阿难就告诉 释迦能文佛 从中心来解 从中心解是告诉我们 不可以像凡夫直友 也不可以像小圣人直空 要像大菩萨一样 从中心把它解开 叫做中道了义 那中道了义的意思是什么 各位前姐 万法由心而生啊 所以只要把这个心 安置在一个妥当的位置 他就不出问题了 这个叫中道了义啊 也不是把有跟 有跟没有没有 然后一加一 然后除以二 不是这个意思 中道了义就是心的意思 从你的心去下手 你看六个节 节的次第 时间有先后 但是都是一个手经上面 所产生的无名的乱象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心节 先给他打开了 这六个节就迎刃而光 不论眼也好 耳也好 各位前姐 六经明义和合 是一个真如自信 在后面做支撑的 所以只要真如自信 污染的越少 你六根散发出的六用 有没有 他就会局限在正用 而不会有邪用 所以你要对心下手 所以修到 不要修一个眼 修一个耳朵 修一个鼻子 修一个嘴巴 不要修这样子 修心 修嘴巴 就哎 或者看到人说好话 口好的话 心不好有什么用 逆怨而有其人 那叫巧言令色 邪语人 这种人社会上很多啊 对不对 然后修个耳朵 哎呀 人家骂我 我不要起称恨心 我不要起称恨心 有没有 嘴巴我不骂 但是心里面 愤愤不平啊 我拎来 我拎来 我不起称恨 我不能混音 我拎来 忍到有一天有没有 忍不住就爆发了 所以你从六根上去琢磨 那是在外向上 功夫是有限的 那六根的主人 心没有污染 六根就能够正用 所以重新去下手 一根如果解决了 请问你 其他都没问题 是不是 这个叫做中道疗义 接着我们进入到 二十月来看 所以佛就认可 阿难尊者讲的话 没错啊 就是要从什么 从心去下手 从结的中间去把它打开 所以阿难 我说佛法从因缘生 接着释迦牟又在解释 解释什么 佛讲的佛法 跟世间所谓的外道讲的因缘法 它的差异在哪里 在前面的卷一到卷四里面 阿难尊者不断的问释迦牟尼佛 这一颗心到底是因缘还是自然 如果你说它是因缘 那跟外道的因缘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你说它是自然 那跟外道也有人讲是自然 又有什么不一样 差异性在哪里 阿难曾经反反复复问过释迦牟尼佛 这个问题吗 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就说出来 又再讲一遍 他说我所讲的因缘法 跟世间所讲的藏因拖元的因缘法 是不一样的 我们讲这间屋子四大甲合而成 对不对 我们讲这个身体是腹肌母血合而成 这个叫做出因缘 那佛陀他讲的是根本的 根本是什么 他告诉你一切的万象从哪里生出来的 心 你看一切因果世界围尘 大到像世界一样 小到像一个围尘的这么一个依报世界 都是因为这个心而得以存在 成体就是它得以存在的 所以忘心去掉 无名就没有依附的地方了 道心献钱的时候 人心就灰飞烟散了 如何让道心有助 就是不断参班要去增长的一个能力 我们时进时退 退的时候又进入到班旗了 退的时候又开始听经文法了 于是这个火候就越来越强 那佛陀讲的这个一切因果因心成体 请问你心是因缘吗 不是因缘 心是自然 但是这个自然它可以随进有没有 它而起不同的变化 那个叫做因缘 所以跟一般所讲的外道的出因缘 那是截然不一样 差异性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因缘是告诉你 一切有违法 也是从你这一颗心变现出来 万法重新生啊 那外道只是看到这个东西是因缘合合 却不知道它从哪里生出来的 外道只知道这是人 动物是动物 它不知道人跟动物六道之间是互相轮替的 它以为人永远为人 所以人做人的时候可以予取予求啊 为什么反正不论做好做坏 下一辈子还是要做人 它是这种错误的观念 所以它只看到表象 佛陀知道一切的因缘 都是从这个无违法而出嘛 都是从这个真如自信变现出来的一个幻象 所以把根本给讲出来了 所以它讲 如是乃至横杀界外一滴之语啊 佛的智慧之高啊 不是只有看到这个岩浮体而已啊 这个地球之外的其他的围城世界 无量无边的世界 一滴雨水从哪里飘过来 会降到哪一个土地上面 流到哪一个地下水沟 然后透过集水道又流入大海 然后再蒸发到天上 然后再落下来 佛无所不知的 我们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把那个自来水管的图有没有 从外面大马路接到我家来 我都搞不清楚 在我家室内有没有 厨房跟洗手间之间的水管的接的管线 我也不清楚 你何况这么大自然界的呢 可是佛无所知之 所以你看我们只要念无明哦 这一种知的能力 它就自自然然出来的 它不需要往外去走 不亏忧见天道嘛 不出门知天下 因为你修自己 还跟你出不出门有关系吗 没关系啊 所以现前种种松植崎岖 松树为什么是直的 荆棘为什么是弯弯曲曲的 然后我们鸟为什么是白的 乌鸦为什么是黑的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原因 它都清楚 它都知道 最早的原始点它都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见自己的性嘛 那世间宇宙万有一切 都是由这颗心变现出来 所以一切万有的来龙去末 它无不了然于心 所以你看在金刚经也出现 同样一句话 为成世界 无量无边的众生 若干总心 如来西之西见 为什么 你只要见到自己的真心 你就知道所有人性的变化 那是你要在成佛之前 修菩萨这一关开道总治 必须要了解人性的变化 你才能对症下药 所以要去接触人家 不要闭关自首 那接触人家是要什么 去听闻人家的一些的烦恼忧愁 你自己才不会困作酬成 所以解决忧郁症最好的方法 医生鼓励大家走入人群 但是忧郁症有一个特色 它就是走不进去 它走不进去 它畏惧人群 所以我们千万修行 不要让自己得忧郁症 学到得忧郁症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这个当中又牵扯到因果 所以我们也不可以去嘲弄人家 为什么如此 只是我们要自己慎反 常常把这个心窗打开 太阳光进得来 里面就没有阴暗的东西可以产生了 所以阿奈 随辱心中选择六根 根结若除成像自念 只要你自己从这个身体里面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随便你选一根 把一根给它什么 给它去掉了 进化完成了 眼不忘动不随境流转 根成相对眼看色 不起掩饰不起分别了 这一根只要成了 其他六根同样也是什么 打本反原 因为六根的根心是一 对不对 站在眼能看 站在耳能听 在眼不去随境流转 那就表示这颗心 它已经如如不动了 那放在其他的五根 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不良的后遗症 他说成像自灭 诸妄消亡不争可待 离开了妄境 这些虚妄的东西不见了以后 就是一颗真心现前 那问题就是 我们摆太多的东西在里面了 很多的脏东西啊 有没有 层层往事啊 未来的憧憬 太多在里面了 实际上学到人啊 不要想太多 想太久远的事情 像后学大概就规划一年 因为不能不规划一年 因为佛堂的圣事就是一年 你安排一定是一年嘛 一年之后的事 我连想都不想 一年已经过去的事呢 因为已经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也很容易忘掉 我发觉年纪大有个好处啊 不需要修就把过去的就忘掉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 无形中所带来的一个益处啊 我又差一点 下一次要来玩这根线了 茂园佛堂已经正式向我提告 周讲师 你每次来玩回去以后 我们这根线都报废掉了 我一直认为这个东西 越玩它越柔软 不知道它越玩 它会越容易脆弱 所以我本来是要给它 长养好的抵抗力的 所以没有想到 反而有没有 爱之四足以害之也 所以不了解一个东西的功能 我们就不能善用它 我们如果不了解 自己本身的习性比性之所在 我们就不能成就我们自己 自己不能了解自己 你就没有能力去认识别人 为什么 因为自己的眼睛是盲的 看自己就看不清楚 你没可能去帮奏吧 绝对不可能 所以一定明明得以后 才去进一步的行外王功夫 接着释迦蒙又在问他这六个节了 他说啊 他说这个杰伯罗金 六个节次第达成 现在我要把它解开 可不可以一个动作六个节 全部都解开 阿南就讲不可能是尊 你这个节是四地打成的 一定要节要 四地要把它解开 这就是告诉我们 修道不要贪多啊 要什么 循序渐进的 要不辣等的 这一句话就在告诉我们四地啊 所以有一些人啊 就是心太贪了 在道场里面啊 天啊天啊天啊就改 习性画秉性 都没有什么很高深的道理 所以去听一些高深的道理 一听有没有 自己都跑到五里运萤雾中 不知道往哪里去飘了 我说道场讲六个字 习性秉性秉性 要我们改 要我们化 这六个字 修三十年修五十年都改不掉 你还想要更上一层楼 你不是把自己都推到 一个危险的环境吗 所以人不要好高无名 从自己最粗的地方 开始去破 破自己的那个无名就好 才设明十岁五个大科目 哪一个东西染灼的月身 就从这个地方去破就可以 那大家的功课不一样 但是同样的敌人就是自己 为什么 习惯了 如果要改真正 不甘愿 我们什么都愿意犯 执着不愿意犯 什么都愿意舍 有没有 脾气就是舍不掉 这就是我们很大的问题 所以修起来都会很辛苦的 没关系 共同努力 佛陀也是 曾经这么辛苦的走过来 他就很轻松的告诉我们 所以六个节是同一个 手筋打出来的 可是结打的时候的时间不一样 你要结的时候 怎么可能一下就结掉 一定是赤地 所以一般人讲 他为什么不视线神通呢 你如果每个人都要说到神通 有没有 那个没话就好说 所以佛在日常生活里面 他视线的跟我们一样 他穿衣服扣扣子也要一个一个来 也不是披上来 所有的扣子就扣好了 没有这种事情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结 一个一个解 同样的意思 所以佛言 六根解除 亦不如是 六根的袭染 不一样 赤地先后 无比的熏习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解 解的赤地 第一个破 人我空 这就是我们在讲师高级班里面谈到 修行要破二指 人我直跟法我直 赤地 为什么一定 你要讲的好的人 一定要先把人我直给解出来 那人我直又分两个层次 内跟外 第一个从外开始讲 身无我 四大甲合之躯 所以不要人家碰一下 我们就信也原真 对不对 也要给人家碰回去 这叫做身无我 然后透过身无我再看看 自己的起心动念 念念相续 前念后念 都不一样的 所以那个什么 念也无我 不常住的 不常住 你不要把那个短暂的意识的信念 当做实有 那就是你的固执的由来 我要安装就要安装 要随着活活应试 随着时空的环境 要加以适合的一个调整 尤其不好的东西 没有调整的空间 就是把它去掉 好的东西要调整 不好的东西只有舍 所以这个是人空 这个人空就是人我空 人我空里面有什么 身无我 还有心无我 这两个层次 然后这个破以后 还不够 心性没有原名 空性就是我们的 大原尽制 我们的真如本性 他还没有原名 因为还有一个巨生的 法我子没有破 成沙无名没有灭 道种制没有开出来 所以他还不叫做原名 一直到法我子也破了以后 你看空性原名 惩罚解脱 法我子也破了 这边就破法我子 解脱法以去空不生 但人我 法我都破了 破了以后 连破的心 你也不存在了 究竟 无云涅槃 就像金刚经嘛 破人我执 破法我执 还有究竟 圆满 那个忘心有没有 我达到究竟 圆满的那个 究竟 圆满的心 你都要把它扫掉 那才是有没有 真正的无云涅槃 这边就谈到这两种 谈到这两种 顺便跟各位前面补充一下 我们谈到人无我 法无我 谈到诸法无我 常常在佛法上 用到这一个我字 用到这个我字的意思 跟你我他的我不一样 他要含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 常住不变 他是更古长存 不因为时间 不因为空间 他会改变的 他才能够称为我 第二个 他能够独立自存 不用藏阴拖元 这个色身 没有腹筋母血 孤阴不长 独阳不生 是不是 缺一都不可 那灵性就可以 独立常存 还有 他有自主 还有支配能力的 我可以决定要怎样的 这个色身可以决定吗 不可以 我们乱不想生病的 可是有没有流感来了 大家又跟着赶流行了 真的很不想老 可是岁月催人老 白白一天天的出来了 我很想自己花容月貌 但是从小到大就没有漂亮过 身体是我的 但是万般由不得我 你说不要紧 现在有整形 整形命中不该有 偏偏有没有失败就在我身上 对不对 没有听过新闻吗 去龙乳胸部 两个变四个 为什么 因为他走位 走位以后有没有 那个塑胶的就跑到肚子这边来了 但很凄惨的是 那个不能开刀拿掉 后学是看过新闻才知道 那个灌进去不能拿掉的 所以你就变成买二送二啊 我不懂这个 因为我没有整形 我是看过这样新闻 有没有 那个女孩子去告到 告那个整形师啊 那就算你得到赔偿 请问你受得了吗 你也受不了啊 所以你不去惹 那个麻烦有没有 你就没有后面的痛苦啊 所以色身肉体 我们都想得很好 我们要他长命百岁 他由得你吗 由不得你 可是里面的那个真我 如果做主的话 他就有支配的能力哦 所以具备这三个条件 才叫做我 那请问你 宇宙万有 哪一个具备这个条件 三者具足哪一个 只有真人自信嘛 其他举目所见的 有情的无情的 各位前前 哪一个东西具足 这三个条件没有 恐龙再大 他还是会灭亡的 一口气不在的时候 他也是什么 腐蚀一块 然后就烂掉了 所以具足这三个条件 所以人无我 法无我 这个叫做诸法无自信 自因缘合合而有 缘起则有 缘灭则无 所以谈到这边 我们就可以开始 就今天的课程 我们先做一个总结了 我们一般在进入道场 修行的时候 尤其我们在成全别人 我们大概会有两个方向 要鼓励大家 第一个 政见 你要有足够的道学做基础 修行的路 才能够明辨是非 才知道何者当行 何者不当为 然后让自己有庙 走在正道 不要走入到歧途 这是政见 所以三十七柱道坪里面 以八正道为主 八正道以正之见为首 那个正之见 就是这边的正见 那正见 摄取的管道 就是三部里 圣人所讲的东西 叫做正见 充其量加上菩萨 加上佛的弟子讲的东西 那个叫做正见 所此之外有没有 不要依人说 我们讲依礼不依人 依人就要下地狱了 这是政见 第二个行业工作 要找一个正确的工作 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这一点 我们一贯到的弟子 做的真的是有模有样 可以满自傲 我们很多前嫌 在没有学到以前 他的工作 是杀生害命的 学到以后 他可以愿意去调整 他工作的内容 那一种调整的过程 七年八年十年 那种精进的拮据 有没有 让他们觉得很辛苦 或许就碰过几个 可是人家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有没有 十年的光阴走过去以后 迎接的真的就是一片树光 你过去在不正当的行业里面 造作的恶业 加上过去生了一些的 积息 有没有 你这一生都要起现行 你要走光明大道 人家也会来进行阻挡 真道伴随着真考 所以不要以为我要改 就马上要改 我一定有改成功 改三年的时候 改不过来 就是上天没有看到我的苦心 我就不想改了 但是你没有坚持到底 只有坚持到底的 从来上天没有给我们一个失望的答案 这个叫做正命 正当的行业 所以杀生害病不可以做 烧杀掳掠的事情 那个就不用谈了 可是这两个摆在一起的时候 古德告诉我们 政见还要摆第一 因为你有政见 自然而然在工作的选择上面 你会选择对的 你如果没有一个政治见 你有可能从对的吗 还会变成错的 或者没有政治见 你勉强去找一份工作 来维持生命 可是会不符合自己的意思 心里面也就万谈 哎呀 我如果过去 不要听你的话 我去买那个 口音有没有 现在要过年 那生意多好 现在听你的话 要扫脑膜 现在 天哪要死 这个都叫做 你没有政见 对自己眼前的身份 扮演的工作 你就没有信心 所以两者之东 各位且以政之见为首 所以古德告诉我们 贵而见地 不贵而行地 你的知见厌相树立出来 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修行的大方向不能弄错 细节的东西 我们才会慢慢的往里面 去补充嘛 对不对 然后慢慢的学习 我们的法生会命 就能够日益的茁壮 法生会命越来越茁壮 智慧相对的就开启 那解决自己的问题 或者帮别人破语解惑的能力 他就相对的增加 但是政界的涵养 各位前贤 他是要时间的 要你付出心血的 如果你愿意配上三宝心法 各位前贤 他会让你如补天意的 为什么 因为静 静如果听道理 静如果看书 他可以示范功倍 这是后学的一个心得 所以通常后学在看书之前 会稍微 也不用刻意的静 稍微收心有没有 就能够进入到 这个经文当中 这个就是我们讲 把道场 留给我们贵重的三样的宝贝 跟我们在学到过程 必须充实的内在 加以结合 他会让我们这一生 得到 你就认为真正的是游戏 为什么 因为你修到的速度 成就会比别人来得快 来得有绩效